在娱乐圈中,有些明星宣传自己的作品,会请来明星朋友捧场。近日,萱萱主演的话剧开演,得到好朋友周慧敏的捧场。两位资深女神同框,引来网友们的回忆与热议。 在照片中,51岁的周慧敏没有任何老态,反而戴着一份娇羞。穿着黑色上衣,留着一头黑色长发,紧紧抱着萱萱的胳膊,犹如小鸟一人一般。 而萱萱显得特别霸气,穿着花上衣搭配牛仔裤,砸起丸子头,看起来杠练又时尚。他与周慧敏是两种气质,一人娇羞清纯,一人大气爽朗,招人喜欢。 周慧敏是玉女掌门人,50多岁的年纪,却看不到岁月的痕迹,颜值抗打。48岁的萱萱也不显老,大气又温婉。不过与周慧敏相比较,肌肤不是特别白皙,稍微有点逊色。 在上个世纪,周慧敏是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女神。有着精致的五官,婀娜多姿的身材,温柔又娇羞,俘获无数男人的心。 即便上了年纪,周慧敏也没有退出娱乐圈。前段时间刚刚结束演唱会,有了休息时间。在演唱会上,周慧敏像美丽年轻的工作,随心所欲的唱跳。 她在舞台上的光线亮丽,令人忘记了时间与年纪。周慧敏的事业发展得不错,婚姻也很幸福。经常会与老公出来秀秀恩爱,显煞旁人。 而萱萱也很厉害,是TVB的电视剧女王,演绎过诸多经典角色,备受好评。多年过去,萱萱并没有好好享受生活,而是忙着演戏演话剧。 48岁的她,与周慧敏比起来有点苍老,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太忙缺少休息时间。好在过得特别洒脱,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过日子。 如今,萱萱依然是单身一人,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。这令粉丝们有点失望,如此漂亮又有气质的女神,为什么找不到另一半?之前被曝出与谷天乐结婚,也被当事人否认辟谣了。 或许不是萱萱不找,也不是没有追求者。只是抱着宁缺无烂的态度去寻找,只为有机会找到令自己心动的那个人。希望她与比特能够多多关注萱萱,给她送去爱情之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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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. 。